哈囉 這應該是CIVIC是不是 CIVIC八代的車友俱樂部 那今天我們選擇在CIVIC八代裡面做直播 跟大家分享 這一台呢是CIVIC八代 那這一台要安裝的是KT道路版的避震器 我們應該有在這個社團裡面開過好多次的直播分享 那有的時候可能是在自家的粉絲團裡面開播 有時候是在八代九代 那有時候是在這個社團裡面 那其實安裝的版本有很多 有的是特製版本 有的是道路版的 有的是競技版的 桃園好多好多車友是CIVIC八代跟九代 是安裝KT的競技版本 那當然我們KT很少在台灣做一些廣告 那當然都是靠車友的口碑啊 或者是覺得產品不錯多多辦法介紹 才能讓我們的產品在那麼多的車友裡面 有辦法服務那麼多的車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安裝的版本 比較不太一樣的是 這一台是安裝的是特製的版本 那所謂特製的版本 跟經濟版 道路版的差異在於 第一個它的阻尼呢是比較強的 可是彈簧的話 並沒有特別做很大幅度的強化 像這一台前面的彈簧 本來道路版是配七公斤 那這個特製版本我們才提升一公斤 配置八公斤 後方的話為了維持一般道路行駛的舒適度 所以我們一樣是配置一個大捲 專用式的六公斤的彈簧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像這一台車的車友 最主要今天更換的原因是因為 後方的避震器懸吊已經損壞了 所以就來試乘之後才決定換裝KT的產品 那正常我們一般來檢測後方避震器的時候 像後面筒身 我們當正常下壓之後它會回彈 但是這一支的筒身是一個很壞掉很經典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它有經常性的觸底 所以滿頭已經碎裂了 這個才後來車友說才換一年而已 這個滿頭已經損壞了 那它的筒身有一個很嚴重損壞的狀況 是當壓縮之後它沒有辦法回彈 如果正常的狀況 它是會像這樣會回彈起來的 但是這個已經損壞了 它就沒有辦法來正常吸附向前方 這個是彈簧跟避震器是一組的 它沒有辦法來吸附彈簧回彈的一個力道 所以後方的作動就會有異常的狀況 那這個是前面的 畢竟這台車有一定的車輪 那上座再轉向的時候也有異音 上座轉向的時候也有異音 就可能是這個走程已經損壞了 那前面的話像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發炮的滿頭 這個滿頭就算是沒有放在車上的話 我們放在一般日常的空間裡面 它也會做一個水解 損壞掉了 這個防塵套也已經破裂了 所以這個統身的壽命 就算能夠正常的作動 可能壽命也不長了 好這個是原廠避震器 所以前面的話 KT是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已經裝好了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剛剛有提到了 這台車是特製的版本 所以後方的筒身是一個加粗的 後方筒身是加粗的 可是彈簧還有hello key 是維持一個大捲的規格 這個規格呢 是跟Tim的一樣 是要沿用原廠的上橡皮 下橡皮的話也沿用 這個上下橡皮幾乎啦 不太會損壞 所以可以持續也沿用沒有關係 那筒身的部分 這個筒身的話 有一個家常式的防塵套 這個家常的防塵套 它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能夠保護這個 最需要保護脆弱的軸心 車高降下來 它是一個家常型的防塵套 那筒身的可調 最主要是在調整這個的行程 車高的調整 並不是靠這裡長短來改變 車高的調整 是靠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來改變 那筒身的長短 只是來搭配這個的彈簧預載而已 所以這個的後方調整 是非常非常需要純熟的技巧 如果技師把這個筒身調整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 那預載過多 會有三個狀況 第一個 一定不好做 第二個會有 乘坐感會有異音 第三個 它的筒身的壽命有可能會縮短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在調整彈簧預載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特別留意 它的彈簧預載的話只有大概3到5mm而已 不能太多 太多的話就一定不好做 那後方的話 像西比克八代、九代 還有一個地方 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就建議車友要改一個 仰角調整器 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一台的後面的車高降低之後 它後輪的角度是會變趴 是有可能會造成輪胎內側的異常魔號 所以就需要靠仰角調整器 把後輪的Camper角度再作正 那如果沒有後輪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它的後輪其實可以靠速腳來微幅來校正角度 可是並沒有辦法來改變一個異常失態的狀況 所以如果車高降得很低 就建議要改後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也安裝好了 今天的車高的話 那大概是前面大概兩指半 後面大概兩指幅 並沒有要降到很低 所以車友也沒有選擇要再加裝仰角調整器 前面兩指半後面兩指 那前面的彈簧一般 是配置兩百長七公斤 那這一台是特製版本 所以跟車友討論之後的使用用車習慣 車友選擇用八公斤的彈簧 是很適合的一個公斤數 能夠兼顧到舒適還有操控 那像這些有一些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還有這是油管固定架 這個的位置呢 就都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前方的車高調整跟後方是不同的 前面的車高調整是靠筒身可調 我們把這個腳管上方的齒輪狀頭板旋鬆之後 它的筒身往上調整長度的話 變長車高就變高 那往下縮短車高就變低 這台車不論調到跟原廠一樣高 或者是長輪的程度 它的乘坐感覺是沒有差異的 那如果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就有可能我們把車高調高之後 它彈簧是壓縮著的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比較硬 所以KT的調整方式靠筒身可調 那第一個它調高跟調低的落差可以做得很大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輪胎到葉子板可以切起左右 第一個它調高的範圍比較大 第二個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功能性的話是比較強一點點 那用料部分的話 KT所使用的主尼油是意大利IP的主尼油 這個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主尼油 像是意大利有一個很知名的重機品牌叫Aprilia 它的前叉還有避震器的指定用油呢 就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是一整桶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 那它的我們家的油風也是使用這個Civic 8代9代應該很多車友 是選擇日本Tim的品牌 像前幾天直播裡面也有分享過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呢 是日本最知名的油風 就是NOK的油風 KT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耐久度還有種種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油品是使用意大利IP的 油風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 那上座的話我們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來拍得到嗎 上座的話 八代的話跟九代它這裡有做一個維修孔 在這個地方呢就有一個上座 這裡可以看得到一些銀色的不規則狀的一個痕跡 像這個銀色的這個就是我們所塗附的黃 防鏽的一個油脂 那因為八代跟九代它的上座上方就是一個前檔玻璃 前檔玻璃它有可能車子長停室外啦 或者是 車子是在像是基隆雨水比較多的地方呢 這裡就比較容易會有積水 所以原廠的話這裡還蠻容易生鏽 那我們因為安裝的實力非常非常多了 像這裡的話就會建議車友 一般洗車完畢的時候 這裡原廠是一個維修蓋 維修蓋把它打開之後 這裡可以塗附一點黃油 那黃油的用意呢就是來做一個防鏽 能夠讓它我們所附的這個軸繩壽命呢 能夠再長一點點 那這裡也可以看得到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我們往順時針的方向它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重點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要一樣 左邊跟右邊都一樣15段 那前面跟後面的話可以做落差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調阻尼的話 這裡有一個維修室蓋 維修室蓋掀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還有什麼問題嗎 車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話 如果CIVIC8代的車友呢 有問題的話可以線上立刻詢問 我們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有發問的地方 那像這一台的前面的話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這裡的Camper角度呢 是能夠做調整的 這裡是做一個椭圓孔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能夠做一個Camper角度的調整 這台車其實大致上都還是維持一個原廠的設定 連輪胎跟鋁圈都是一個原廠16吋的規格 所以如果車友 有CIVIC8代跟9代的車友 因為這台車我們要借到實車來試乘也不難嘛 所以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的話 那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可以到我們文章抬頭裡面有寫到我們的官方的LINE的帳號 或者是說可以到Facebook裡面搜尋KT Racing 那可以找得到KT的粉絲團裡面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對產品有問題有需要試乘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的安裝已經完畢了 因為這台車當然還是再次很謝謝車友的捧場了 才有那麼多我們安裝的實力 可以那麼快的時間裡面就完成 那謝謝大家 那如果有需要服務再請跟我們聯絡 謝謝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囉 掰掰